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還是主要講霍布斯 霍布斯的想法 如果你放到他那個時代來看的話 是非常死破天經的 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 如果我們真正去很深的問的話 他的想法也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到 非常的震撼 而且從此我們幾乎當代 現代人的主要的政治思維 幾乎都離不開霍布斯 他奠定了當代非常多的 主要的思考政治的基礎 那我們可能會看一看 社會契約論主權者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你們如果看到他遇到的問題 然後發展的這個脈絡 你們就會覺得這個人 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到這個 驚訝 或者感到震撼 那首先當然就是說 他不再認為政治社群的出現 是一個自然成長出來的一個過程 那傳統亞里斯羅德斯的看法是認為說 政治社群就是一個 逐漸自然形成出現的過程 就好像毛毛蟲變成蝴蝶 那人就是從這個家庭 變成了整隻社群 那從這個自然過程的行程當中 亞里斯羅德斯會進一步推論說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某些義務和某些權利 某些基本的這個 什麼叫做共善 然後什麼叫做一個良好的社群生活 都可以從這個自然的發展中觀察到 所以我們觀察到完全體的時候 我們就自然觀察到 到底人應該要遵守什麼樣子的一個權利和義務 什麼是一個正義的一個基本的主張 我們都可以從一個 或是什麼是一個政治社群應該追求的一個共善 我們都可以從一個自然的成長的過程 發展過程中 觀察到那個完全體 然後我們就知道了 可是這樣一個想法 到霍布斯的時代面臨了非常重大的困難 這個困難的時候 我們當代也幾乎是 同時陷在這個困難裡面 就是說 我們不再能夠 在這些所謂自然發展形成的 這個權利義務 或者是共善正義觀念裡面 達成共識 大家充滿著歧見 彼此沒有辦法透過理性的思考 達成共識 理性思考本身沒有辦法告訴我們說 什麼樣子的正義觀念 什麼樣子的common good 什麼樣子的自由觀念 什麼樣子的權利義務觀念 是每個人都能夠接受的 理性在霍布斯那個時代 他們發現沒有這個力量了 沒有辦法從理性的這個標準裡面 找到一個這個中立的判準 而且霍布斯那個時代也沒有辦法 依靠人的自然的社會性 人的自然的社會性可能包括說 人都有同情心對不對 人都有這個利他主義 某種程度的利他主義的一種精神 那那個時代也發現 人的這種自然的社會性 沒有辦法幫助人去解決這些 這些這麼激烈的一個衝突的問題 這樣 所以在霍布斯那個時代 霍布斯主要受到兩個 這個知識思潮的一個影響 一個就是他那個時候的這個古典的人文的 人文學或是人文主義 開始有一個懷疑主義的一個轉向 傳統在十一到十三世紀文藝復興 在義大利的時候 當大家在復興這個 亞里斯多德文本的時候 大家是莫爾類是 相信亞里斯多德講的 可是到了這個十五十六世紀的時候 第一他們噴到了宗教戰爭 對不對 大家發現在各種各樣的這個 基督教的各種不同的教派和教義裡面 他們沒有辦法透過理性 找到一個這個解決辦法這樣 然後大家就因為宗教的這個衝突 然後彼此很害怕我信錯了 教義教派我就會下地獄這樣 所以大家就是這個衝突的你死我活 那同時也包括那個時候這個火藥的發明 然後那個時候火藥的發明促成了王權的上升 就你如果是這塊領地上最大的這個領主 那你當然就最有資源 這個時候你就最有能力去購買火藥 那你一旦有能力去購買火藥 你就是你整個權力軍事的力量 就遠超過其他的中小領主 所以我們看到王權不斷地更集中的一個過程這樣 那王權更集中的過程當然就是不斷地跟傳統的 這個各個領主之間的權力義務 還有包括跟一般平民的權力義務產生衝突這樣 王可能在傳統的時候不能夠隨便徵兵徵稅 可是現在王開始要去主張自己有更大的徵兵徵稅的自由這樣 所以這個政治社群的內部 不同的這個君主 領主 人民之間也產生激烈的衝突這樣 那當這些政治的衝突和宗教的衝突結合為一的時候 就形成了一個非常非常難解的可怕的各種戰爭這樣 這些戰爭包括國家內部的內戰 也包括國家之間的戰爭這樣 就是天主教 信天主教的國家會聯合起來打這個 這個想要去改宗信心教的國家這樣 就內戰還有國際戰爭全部都這個混雜在一體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的這個很多知識分子 尤其是這個人文主義傳統這些知識分子 開始有一個懷疑主義的轉向 他們發現這個人的理性沒有辦法去決斷 什麼樣子的這個宗教的教義 什麼樣子的這個政治上的權力義務 什麼樣子的政治上的這個公正 共善或者自由的概念 是可以從我們理性去判斷哪一個是對哪一個是錯的 他們發現沒有辦法這樣 而且你越自以為你是對的 你越自以為你用了理性去決定什麼是對的 你就越自以為是 那衝突就更難解決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懷疑主義到了蒙田就到了一個高峰 他開始懷疑所有的這些相信這些教義是 反而對自己是危險的 那蒙田的建議是說 那我們就乾脆不要去過度的相信這些 不管是宗教教義或是這個政治的教義也好 我們應該以這個自保為主要的生存準則這樣 那作為一個最有自保的人 你在這個社群當中 你事實上要保持一個非常酷非常冷淡的心態 你不去相信任何的這個政治信仰 或者是任何的宗教信仰這樣 那蒙田的懷疑主義是非常非常徹底 他不認為有任何的這個可能性 去重新尋找到一個這個客觀的支點 來去重新對這個道德和這個宗教 尋求一個客觀的判斷這樣 那或不是深受這個思潮的影響 所以對他來說 傳統這個亞里斯多德或是傳統的這個 基督教流傳下來的各種自然法的這些教義 他都覺得我們確實沒有辦法從理性 去給一個客觀的判準這樣 你說你從事政治享受到的快樂 品質比較高 那別人不認為比較高 那到底誰對誰錯 對不對 或不是這很難啊 我們沒有辦法去判斷你的desire 你的滿足是更高過於我的desire的滿足這樣 你看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主張 這意味著所有的欲望 其實都被平等化了這樣 沒有所謂更高貴的欲望和更低下的欲望 大家都是平等的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知識的客觀的標準 來去說 確實那個desire是比較高貴的這樣 那我們曾經學過的博拉圖阿里斯多德 都完全在這個時代被徹底的這個擠垮這樣 大家就不太相信了 第二次霍布斯這些知識分子這樣 可是霍布斯同時受到這個切利略的影響 他開始相信說 切利略這些科學家 竟然可以從一個這個科學的方法裡面 去重新找到 重新判斷這個世界 什麼是客觀的 什麼是客觀律者的一個標準這樣 你看切利略那個時代啊 那些科學家也對亞里斯多德 過去傳統所有的物理學 宇宙論產生徹底的懷疑這樣 因為傳統我這家裡說的會認為說 你看到的more or less就是真的 那你歸納出來的這個自然的律者 more or less就是真的 他不會要探究太深這樣 可是從切利略他們這群人開始就會發現 不不不我們事實上看到大多數的物理現象 都只是表象這樣 對不對 比如說一個筷子插進水裡面 他會折彎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等等的 因為是光線這個相當非常的困惑這樣 當然也有包括這個地動說或是日動說這樣 所以他們開始認為說 也許這一切物理表象 我們最終要能夠去判斷 什麼是一個真正客觀的物理事實 我們必須要先把過去 所有看到這些表象都壞掉 然後重新從一個重新的科學方法出發 然後重新去決定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在物理事實的判斷上面這樣 那或不是從這個得到很大的靈感 他覺得說 這個自然科學的突破非常非常有道理 那也許我們可以在這個道德哲學領域 政治哲學領域 或者是一個宗教衝突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們可以先把所有過去相信的都先擱置起來 那我們重新去尋找到一個支點 從那個支點 那個minimum最小的那個支點重新出發 然後重新去找那到底什麼是正義 什麼意思是我們該追求的善等等這樣 那我們先回到一個最小最小的一個 人的minimum share的一些支點這樣 所以這個最小主義是這個 是霍布莎的回應 在這個懷疑主義這個非常這個 各種價值充足的一個混亂的時代裡面 他要去尋找一個最根本的確定的那個foundation minimum的這個確定的foundation 重新從哪裡出發 然後看我們能不能夠找出這個 我們政治世界該怎麼樣組織的一個基本秩序這樣 那或不是就在播出這些東西之後 那他就去看 那到底我們看到人最minimum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所有人都分享的 這個文明那個文明那個文化那個文化 全部都把他們這些文明文化的東西拿掉之後 你看到人最赤裸的那個本性 那你看到什麼東西這樣 那會不會事實上看到就是這個東西這樣 然後這個當然我們之前講的其實都包括在裡面 包括說人為什麼會不斷的追求權力 那他給了兩個原因 一個是說每個人的欲望可能很單純很節制 可是你一旦想到你未來的欲望會不斷的出現的話 你光是為了要去滿足你未來的欲望持續的獲得滿足 你可能就要在現在不斷的追求權力 那他的這個想法也有包括說 這是在我們這個通球根源裡面的這個 這四個裡面的第二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光是為了安全 我就不需要不斷的想辦法就是有權力去支配別人 以去讓我覺得別人不再對我產生威脅這樣 可是為什麼人會不斷的去防範別人會對你產生威脅 為什麼你不去支配所有的人你會覺得不放心 那是因為第一個 就是說人開始這個意識到我們是自然能力上是平等的 自然能力意思是說個人的能力 不管你在怎麼知識上在怎麼努力 體力上在怎麼訓練 個人與個人之間不會相達太多 那這個時候就造成每個人都有這個平等的欲望 想去追求任何別人可以得到的東西這樣 為什麼你是King 為什麼你是這個教會的大主教 為什麼你是富商 為什麼我不是 每個人都有這種平等的這個期許開始出現這樣 那這個造成大家這個競爭衝突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在這種競爭激烈衝突底下呢 一旦其他人結合聯合合起來 來去要去跟你競爭的時候 你就會對人產生不信任 你會覺得你的生命財產 有可能在他跟你競爭的時候 就被他拿走了這樣 所以這個會導致了大家 光是為了生命安全本身 我並沒有特別想要去支配別人 我沒有支配別人的根本欲望 可是光是為了安全本身 你就不需要不斷的去累積自己的權利這樣 那當然他講到這個人產通常更有包括這個 對於這個owner的這個競爭 那對於這個owner的競爭 他事實上到了後來去講那個人和蜜蜂之所以不一樣 這是他非常根本的一個提出來的一個點 就是說 你看像蜜蜂這種動物啊 他們對亞里斯多德來說也是某種意義的政治的動物 可是他們卻看起來可以自然的和諧的在一起 不需要去堅定契約也不需要主權者這樣 那為什麼可以這麼自然和諧在一起這樣 那或不是提出來一個主要的觀點就是 因為他們不用去競爭榮譽 可是人會去競爭各種榮譽 這些榮譽包括你的民族的榮譽 你的家族的榮譽對不對 你的教會的榮譽 各種各樣榮譽都會跟你個人的榮譽牽扯在一起這樣 那你一旦競爭榮譽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啊 你對自己的榮譽的這個肯定和要求 是奠基在你比別人優秀上面這樣 所以人永遠是在比較當中 去確認自己獲得了更多的榮譽 那這樣子的話人就永遠不會滿足 因為你永遠想要勝過別人 你永遠想要在各種各種比較當中去贏過別人 讓別人覺得你更優秀 讓別人覺得你更了不起 那這個競爭也是不會有結果的 也不會結束的這樣 那他又講一種來源是關於語言的這個 語言的這個無政府主義 那這個跟他的這個 物質主義的世界觀是有關係的 他認為說 這個世界如果全部都懷疑掉的話 你就會陷入迪卡爾一樣的困境這樣 你怎麼知道你看到所有東西 並不是一個精靈在騙你 他比迪卡爾更推進一步 他認為說我甚至不能夠去 確認我在思考這件事 因為對迪卡爾來說 我如果全部都懷疑掉 我還是可以確認我在思考這樣 那為什麼沒有 你就連有沒有我這件事情都不知道 你唯一能夠確定就是說 你的腦袋裡面有一個一個的影像掠過去 這些影像就是有各種不同的像火車一樣 在你的腦袋中經過這樣 所以你看到我在上面演講 事實上是因為 你的腦袋不知道為什麼 從外在接收到一些訊息 這些訊息經過你腦袋的處理 然後形成我在演講的那個影像這樣 所以你只能夠確定 我在演講的那個影像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沒有辦法確定 我是不是這個人真正在演講 對我不是在這樣這樣 那對他來說真正能夠 真正能夠造成我的 你看我在你的這個腦袋的影像裡面 我是會動的對不對 或不是想說為什麼會動 我們可以想像動唯一的理由 就是有物質的這個 兩個相近的物質在互相推撞的時候會動這樣 所以我之所以能夠在你的腦袋裡面的那個影像會動 一定是因為某種物質的粒子 打中了你的某個接收器 然後這個接收器 因此去震動了你腦袋的某些神經組合 然後因此產生那個影像的這個變動這樣 這是或不是物質主義這樣 那這個物質主義可以讓它去 有一個非常激進的多元主義的一個看法 認為事實上人所有道德概念的形成 你覺得什麼是壞的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智慧什麼是愚蠢 什麼是勇敢什麼是怯懦 事實上都是一個外在物質環境 跟你做一個物質的組合體的一個互動造成的 那每個人的互動 因為每個人的組成都不一樣 那你跟女道的環境也不同 所以每個人形成了善惡的觀念 或是德性非德性的觀念 其實都會不一樣這樣 那我們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這個 所謂客觀的一個真理的方法 去決定誰說的德性是對誰說的德性是錯的這樣 或不是認為說我們是找不到的 在怎麼厲害的哲學家 怎麼厲害的思考都找不到那個客觀理性的語言 去統一大家所有對於曾善美的這個看法這樣 那非常非常激進的一個這個 對於那個時候各種價值衝突 宗教衝突的一個理解這樣 那最後問來說怎麼辦 他要怎麼樣在這樣一個情況裡面 去重新尋找一個政治秩序的一個基點 一個最根本的 大家不會懷疑的一個foundation 那他就會去講說 如果人性是有這樣一個衝突的根源的話 你就會發現啊 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力量 幫助大家決定什麼是善惡 什麼是公正 什麼是自由 什麼是權力義務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內容的話 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力量在決定 這些價值的基本內容的話 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力量在嚇阻 每一個人必須要去遵守 那個共同力量決定的基本價值的話 那這樣子一種人類衝突的一個基本的情境 就會導致一個人與人 互相違戰的一種自然狀態這樣 互相違戰的一種戰爭狀態 那對互布斯來說 自然狀態就是戰爭狀態 所謂的自然狀態 就是沒有這樣子一個共同的政府 所以大家要小心 對互布斯來說 自然狀態並不是人類沒有文明的這個野蠻時代 不是 我們其實現在文明發展得很好 一旦失去了那個共同政府的這個力量 去決定善惡的標準 正義的標準 去有一個恫嚇的力量 讓大家必須要遵守 一旦沒有這個共同的力量 比如說內戰的時候 對不對 內戰的時候可能就是兩個 強大的武力互相衝突 沒有一個武力 有那個決定性的力量 去決定善惡的標準 然後去恫嚇每一個人 那這時候大家就進入自然狀態 那這個自然狀態 因為人性這種衝突的這個本性 所以它就是一個人與人相互違戰的一個狀態 這樣 那一旦進入這種人與人相互違戰的話 你所有過去的文明 都會不斷的停滯凋零 到近乎沒有這樣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享受任何努力的成果 因為隨時都在一個不穩定的 可能暴死街頭的一個狀態這樣 所以大家沒有人會去努力的去種田 或是做任何的事情這樣 所以文明就會開始凋零這樣 那所有的這一切都開始變得很貧瘠 那這個時候人類的一個處境就是 會變成五個字非常有名的 就是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 你看大家可以想想看 前幾年在加州大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忽然電全部都很大一個區塊 電全部都消失 那在那個時候你沒有辦法叫救護士 沒有辦法叫警察 你忽然失去了一個共同政府的力量 對不對 那對護士來說 那個時候more or less 就會進入一個自然狀態 人與人之間開始 必須要靠自己的武力保護自己 你必須要return to your own sword 用自己的劍保護自己這樣 那人與人之間沒有辦法 產生足夠的信任感 因為那時候可能糧食也不足 等等也不足這樣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個時候就會進入一個自然狀態 在於人之間相互為戰的狀態這樣 你會看到西方 非常非常喜歡拍這種 自然狀態的一個電影 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反而是在這個東亞的電影裡面 上有看到自然狀態的一個情況這樣 這應該是跟這個 西方怎麼看待這個個人是有關係的 一旦沒有一個共同政府的力量的時候 人就會變成那個樣子 那你如果這樣去想像人的話 你會怎麼樣去想像政府 怎麼樣去想像政治 好 那這個就是自然狀態 那這個是上次有講到 好 這自然狀態 其實還有一種情況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我們台灣前幾年這個SARS 開始出這個非常強烈的 讓大家感到恐懼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大家 那時候就是封鎖了某一個這個 和平醫院附近的這個周遭的院區這樣 然後就是不准那些 這個人這個任意的進出 然後也不准醫護人員任意的進出這樣 那這個時候啊 對護護士來說啊 你沒有一個共同的力量在這個時候啊 讓你覺得你遵守它 可以讓你的生命獲得保存 你如果是一個醫護人員 你可能被禁止在那個時候離開那個感染區 因為你可能也被懷疑感染 而且你被要求在當下 你不需要擇性的任務去救助 救助那些這個感染的人 那這個時候你會不會想要逃走 我不是說一定會 每個人都會想要逃走這樣 因為你這時候遵循任何的這個 共同的命令已經不足以讓你有一個這個 自保的這個 這個起碼的一個確保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去接受那個自然 這個共同力量對你的這個指揮這樣 所以即使好像有某種共同力量存在 但如果他的力量不足以嚇阻 每一個人願意去遵守他 他之所以能夠嚇阻的原因 是因為我遵守他之後 我的和平可以獲得確保 所以他嚇阻我的時候 我願意去遵守他 可是如果這個嚇阻是無效的話 事實上人也會回到自然狀態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時候 SARS在蔓延的時候 很多老師啊就忽然不來上課了 他覺得很危險 對不對 然後公車上大家就是戴著口罩 互相就是很警惕的看著對方這樣 那你就完全失去信任這樣 那最後不才說 Exactly 當你連你的自保都沒有辦法 因為一個這個好像政府的出現 而獲得保存的時候 那事實上 這其實你就其實就回到了一個自然狀態這樣 因為那共同力量的那個 嚇阻大量已經不存在了 那就是大家return to its own source 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護他自己這樣 好 那 那我會講Ex-Man 就是和人類之間 大家也可以同樣去推力 就不去細講了這樣 好 那對霍布斯來說 我們人類要怎麼樣去脫離這樣一個自然狀態 尤其是在那個時候 歐洲這樣一個內戰 宗教戰爭 國際戰爭 全部都混合在一起的一個情況這樣 那霍布斯想要說 事實上 事實上他最主要是認為說 只有一個東西可以幫助人脫離自然狀態 就是人怕死的一個恐懼 就是 你看 對霍布斯來說每一個人組成都不一樣 對不對 我認為什麼是善什麼是失惡都不一樣 價值觀也不一樣這樣 我認為什麼是快樂什麼是痛苦也跟你不一樣 那是一個根本基本的不一樣的出發 可是有一個東西是每一個人都類似的 就是對於死亡的一個恐懼 而且對於死亡的恐懼啊 可以透過很多方法 讓你更意識到那個恐懼的迫切性 那我如果能夠讓你根本的感受到那個恐懼的 對死亡的這個迫切性的話 你就會願意放下很多的衝突來 那我們政治秩序就有可能能夠實現這樣 那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害怕死亡的話 那你可以去發現啊 你的理性 事實上有在告訴你一些建議 難道這些建議走 你就可以去脫離這種自然狀態 就是隨時會暴死街頭的這種恐懼裡面這樣 你的理性告訴你一些法則 一些建議 讓你有辦法去脫離這種隨時暴死的這個狀態這樣 那這個理性上的建議啊 或不是就會說那個是自然法 可是這個自然法並不是說 有某個上帝命令你要這樣做 不是 這個自然法是說 當你知道你的生命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你這麼的害怕死亡的時候 然後你仔細的去想你要怎麼去避免 你會隨時暴死街頭 這個時候理性會給你一些建議 包括說 你可以達成和平的時候你要盡量去達成和平啊 那怎麼樣是達成和平的一種方法 那理性會說對方怎麼樣說你就要怎麼樣 這時候你們就有可能達成和平 所以理性並不是一個某種像道德命令一樣 告訴你一定要做什麼不要做什麼 而是說如果你為了自保的話 理性會告訴你一套的法則 教你怎麼樣去追求自保 這個就是理性能夠幫助我們脫離自然狀態的這個功用這樣 所以包覆住我們自然狀態 人類有兩個基本的觀念 一個是對死亡的恐懼 一個是你的理性在你的對死亡的恐懼之下 可以告訴你你該怎麼做 去避免這個包子街頭的一個這個危險這樣 那在自然狀態之下 我們還要再繼續討論這個 霍布斯他對其中的一個描述 這個講述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來看他怎麼去講 他說 他說在自然狀態之下 你不能夠去譴責人們不斷地想要追求權利 或支配他人的慾望和行為 人們會不斷地想這樣做 直到沒有其他人的權力可以威脅到他的生存 人們就會不斷地想這樣做這樣 你不能夠去譴責這件事情 而且這些慾望和行為 沒有預約他追求生命保存的這個要求的話 你更不能去譴責 如果他想要支配別人 純粹是因為他這個人喜歡殘忍 在支配別人中感到這種非常邪惡的愉悅 這個時候你可以譴責 可是如果他追求 不斷追求支配他人的權利是來自於他恐懼 別人的權力超越他的時候 會來威脅他的安全 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夠譴責 所以如果是他為了安全 不斷地去支配別人的話 這件事情你不能譴責的話 你也只能允許他可以這樣去做這樣 他從這樣子的一個思考當中 他就推出一個所有人 當你剝除了所有的文明價值 信仰 教義之後 每個人都會承認了一個 最最根本的一個道德法則 他是道德的 意思是說你應該要這樣做 或是說你應該被允許這樣去做 他是道德的 他是一個應然性的 那這個他把它叫做自然權利 就在一個完全沒有任何的文明文化的一個 大家不斷衝突你死活狀態裡面 我們當然可以辨識到 最小最小的一個自然的一個道德法則 是每一個人都會承認 每一個人都會有的 這叫做自然權利 那什麼叫做自然權利 就是說你看喔 如果一是對的話 二你就會覺得是對的 每一個人為了保存他的生命 都有自由去使用他的力量 所謂的有自由使用他的力量 意思是說 他還可以根據他自己的判斷 自己理性的判斷 去採取他認為最好的方法 去做任何的事情 來去保障他的自由 而且做任何的事情包括支配別人 包括甚至去殺害別人 掠躲別人的身體財產生命都可以 但是呢你必須要為了自保這個理由 然後根據你的理性最佳的判斷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夠相信別人的判斷 可能很多人在自然狀態之下 給你建議說你怎麼樣能夠獲得自保 可是你不太能夠相信他 你最後只能夠相信自己 所以每個人都會按照自己最佳的判斷 來去決定自己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來去追求自己的自保 而且每個人的判斷都會不一樣 而且在各種平衡之下 你可能就會想出一些非常極端的手法 來去維護自己的這個自保 或不是來說 你沒有辦法 你只能允許他們這樣去做 他就把這個叫做自然權利 每一個人在自然狀態之下 為了自保 他都有一個自然的權利 去根據他的理性判斷 什麼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去做任何他的理性 告訴他該做的事情 以求得他的自保這樣 所以包括你可能要殺掉那個人 提前殺掉那個人 你覺得他這個人很可疑 有威脅性 那他可能又在這個累計槍支 所以你今天 昨天晚上就偷偷潛入他 再把他幹掉了 或不是說OK 如果你只是為了自保的話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會不會這樣去做 但是你相信你們產生充足的時候 還就會使用暴力 所以你只好先使用暴力把它解決掉 OK 對或不是來說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允許 要允許人有這樣子的一種 做事情的一個自由 所以權利的本質 對或不是來說 它是一種自由 它是一種自由 你有這個自由 去使用你的力量 使用你的最佳判斷 去謀求任何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來去保護你的這個生命 這是一個自由 You are allowed to do that You are allowed to be free to do that 你有這個 你被允許擁有這個自由 去做這樣一個事情這樣 權利的本質是來自於 你有這樣一個自由 那這種自然權利的看法 對我們當代來說 好像覺得很直觀 可是對那個時代 你看如果你是一個 雅里斯多德主義者 也許你們在聽雅里斯多德之後 覺得講的聲音太棒了這樣 那我就要立志做雅里斯多德主義者這樣 你就會不了解自然權利是什麼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對雅里斯多德來說 你的權利 理想上來說 應該是基於你的這個德性 對不對 你德性越高 你似乎就越有這個權利 去擔任更高的政治職務 而且權利很可能是來自於 大家對於整個政治社群 對於common good的一個追求 因為我們那個common good是什麼 什麼什麼 所以我們去設定了 每一個人具有的權利 和這個不具有的這個權利這樣 然後多半呢 一般人在我們這個城邦裡面 是沒有權利的 對不對 有權利的只有公民這樣 那公民裡面誰應該有更多的權利 又是那些那些人這樣 所以權利益乎在一個傳統的思考裡面 事實上東亞也是一樣 從來沒有自然權利的觀念 所有權利的觀念都是一個 在一個既定的一個社會的一個 這個上下位階底下 比如說中國可能會講 君君成成父父之子 君的權利 負成的權利 子的權利 或是義務等等 都是一個 在一個穩定的社會位階底下 因為你的某種社會角色 所以你擁有這個權利 亞歷斯多德也是啊 因為你是公民 所以你擁有這個權利 那你如果不是亞歷斯多德公民 你住在我家 你就沒有這個權利 住在我們城邦 你就沒有這個權利 那因為你是公民 然後你又擁有很高的德性 然後你又很富裕 經常去貢獻這個城邦 各種各樣的這個祭典等等等等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城邦 願意給你更高的榮譽 所謂更高的榮譽 就是給你更多的政治權利 對亞歷斯多德來講這樣 可是對霍布斯來講啊 你看他的權利啊 不是奠基在任何其他的這個條件之上 而是說只要你是人啊 只要你是人 你就擁有這個權利 不管你德性的高低 不管你是一般人外方人 不管你是這個 君臣父子兄弟等等社會交涉 完全都不管 只要你是人 你是by being a human 只要你是core human beings 就只要你是人 你就擁有這個權利 這個想法是很少 在政治思想中是很少很少出現的 不管是在世界各地古今中外這樣 你看如果是我們來看這個基督教 基督教在宗普史里講的自然法的話 他們會有一套自然法告訴你說 上帝希望人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上帝他因此會給賦予人們 某些自然的慾望 因此人們就有自然的義務去做某些事情這樣 他還是不會以一個權利為基礎 告訴說你只要作為人你就有這個權利 沒有這樣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是或不是在剝除了所有的傳統的 各種道德教義各種的傳統價值之後 回歸到人的最根本 發現人沒有辦法捨棄的一個東西 因為在自然狀態裡面 每個人只要是一個人 你就會覺得 當沒有任何事物可以保障你的生命的時候 為了自保 你就會覺得應該要擁有任何的機會 去運用你最佳的判斷 去拆去最佳的手段 來保障你的生命安全這樣 沒有人會覺得這件事情是錯的 對或不是來講 所以只有這件事情可以當作我們最根本的一個 一個道德的一個基礎 或是政治秩序的一個基礎這樣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這個 死破天經的一個想法這樣 我們當代人權觀念 它有一個很根本的東西是說 你只要是人 你就擁有這個權利 對不對 所以人權觀念它的最原始 會是跟霍布斯這樣一個想法的突破 是有關係的 當然當代人權觀念會不斷的在演進演化 而且當代人權觀念不再 事實上不再去訴諸自然的人權了 當代人權觀念會承認說人權是演化的 這個演化是經過這個國際上的 幾次的國際的國際法的約定 幾次的這個戰爭的衝突 所以我們大家逐漸的認定 哪些權利是我們人類共同擁有的 當代人權比較傾向於 權利是一個演化的 大家協議出來的一個這個這個權利這樣 而對霍布斯來講 這種演化協議的東西是不可靠的 因為他面臨的這個那個時候的世界 就是所有所謂演化的約定的東西 都不斷的被大家批判被打破 然後性能衝突的跟原這樣 那我們如果把所有的運動都拿掉之後 或不是說你剩下只有這個東西 就是自然權利 然後自然權利就是你為了自保 你可以去做什麼樣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那他是道德的 因為他是說 你在做 你為了自保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是有權利這樣去做的 他不是一個事實上的描述 他並不是在說每個人為了自保 都會去做任何的事情 這是一個事實 他不是這樣講的 他講的是 這是一個道德上 你被允許 可以這樣去做 你有權利這樣去做 所以他是一個道德原則 最小的一種道德原則 對霍布斯來講這樣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就自然權利這樣 那自然權利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自由 那霍布斯他 他對自由的看法 也是一個這個 顛覆一個那個時候的世界的一個看法這樣 大家想想看我們從亞里斯多以來 學到的自由是什麼 那我們學到自由可能就這個 一開始就是這個 你不會願意當努力 那你被當努力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情境 就是說你沒有權利使用自己的一個 理性審議的能力 來對自我進行治理 你無法參與對你的治理 那就好像你被當做努力在對待這樣 你如果被承認你是一個自由人的話 你就應該被承認你可以去參與 自於你治理的這個過程 這個統治 所以我如果不讓你參與任何的 相關於對你的統治的話 我就把你當做努力在對待 那從這種自由作為一個非努力的角度出發 他的一支的演變就是強調 人有積極參與自我自理的這個政治權利 要不然我就是被當做努力在對待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在霍布斯的時代 他們有一支的思想是這個延續 我們之前有稍微講到就是義大利城邦時代 那個時候有一種共和自由的想法 共和自由我們有稍微帶到就是說 你有這個權利去參與政治 那參與對你自我的一個自我治理 那我們就會說你這個人是擁有自由的 可是霍布斯對於這種自由的概念 就是說你把自由理解成參與政治 參與對你自我的自我治理 他覺得這個概念是沒有辦法獲得共識的 那個時候事實上就是這樣 你看那個時候的共和派在這個 國會和這個王權的動載裡面 共和派就會講說 如果我們這些人民們沒有辦法參與政治的話 沒有辦法參與這個王權對於戰爭的決定的話 我們人民的自由就是被你剝奪了 因為我們失去了這個政治參與的這個權利這樣 可是最後不是來講 保皇派覺得這個自由沒有這麼重要啊 保皇派看到的自由就是說 我並沒有去阻擋你去做那件事情 那這樣你就不用擁有自由嗎 為什麼你必須要覺得你能夠參與政治 你才擁有自由 什麼叫做奴隸是一個非常值得辯論的一件事情這樣 我今天如果按照你的這個利益 按照你的good 按照你想要的這個interest來去治理你 雖然我沒有讓你參與政治治理 可是我也沒有把你當做奴隸啊 為什麼我沒有讓你參與對你的自我自己 我就會把你當做奴隸 這也是一個controversial 沒有辦法有這個共識的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或不是就覺得說你們這些共和派 這些國會派 不斷來強調這個參與政治的自由 事實上才會造成的擾亂 大家沒有辦法獲得共識 為什麼你要把那個東西叫做自由 你這個自由是相對於你不是奴隸來的 那大家對於奴隸的定義又這個紛爭 沒有任何的這個定見這樣 所以他就說我現在給大家一個自由的定義 是每一個人都會同意的 所謂的自由 沒有就是當你去 那你已經決定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用物理的力量來阻擋你 讓你做不成那件事情 比如說你很想吃這個 這個某家118巷的這個中午的午餐對不對 然後你早上想一個早上 你也形成一個非常強烈的欲望和一個決定 就是要去吃這樣 都不是來說你只要去吃那果然當中 沒有人用物理的力量阻擋你 你就是自由的 你就是自由的 那物理的力量 就是說有些人可能就是這個 把你抓住 把你綁住 把你關起來這樣 如果有人說服你說那個不好吃 所以你後來決定不去吃的話 那個也不叫做這個干涉你的自由 對不對 干涉你的自由都會說很直接 就是除非他用物理的力量阻擋你 這樣你就會覺得你自由被干預了 除此之外 你對自由的其他想像都是錯誤的 都是不會有共識的 只有這個自由是每一個人大家都會同意的 當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用任何物理的力量阻擋你 去完成這件事情這樣 很直接物理的力量喔 其他的不算 如果他是命令你威脅你都不算 他可能會說你如果去吃那一家烤肉 我就跟你絕交 這個不算限制你的自由 威脅不算 只有物理的力量才算 或者說你可能可能會他說 你知道那一家昨天誰誰吃的這個 生了什麼什麼病這樣 最少不要去吃這樣 然後因此你可能就決定不要去吃 或是感到非常困難 這也不算限制你的自由 只有他真的用物理的量阻擋你 才叫做限制你的自由 對我來說只有這個東西 還是大家會有一個共識這樣 所以當他在講自然權利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自由去使用他的力量的時候 或是說這個自由我講得很明確 並不是說你可以政治參與等等 而是說沒有人有權力去阻擋你去做這件事情 物理在物理上去阻擋你做這件事情一樣 你被允許你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他的物理力量阻擋你 都是在去妨礙你的權利 只要你有這個自然權利 你就有權利再去完成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物理的力量阻擋你去做這件事情 這就是你有自由去做這件事這樣 可是你要注意到別人也有自然權利對不對 所以別人也會說我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能跟物理的力量阻擋我 大家都會互相討論他有自然權利 Exactly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殺了死去虎外的原因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然權利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無限的權利 為了他的這個生存安全去做所有的事情 那這就是權利以權利的crash對不對 沒有解決方法 或是說沒有 自然狀態是他就是沒有解決方法 而且每一個人都會認為 他不應該受到其他人的阻礙 因為他的生命這麼的重要 其他人怎麼可以阻礙我這樣 其他人怎麼可以物理的阻礙我 所以其他人對我任何的物理阻礙 都是干涉我的自由 也就是干涉我的這個自然權利 每個人都這樣想 所以這是一個自然權利和這個自由的這個概念 所以大家要聽 我們接下來會有很多自由的概念出現 或不是發生自由的概念就是說 當你已經做了一個決定之後 你心裡的慾望 你心裡的意志已經定行了 你就是要做那件事情 在你去做那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沒有人用物理的力量阻擋你 你就是自由的 有人用物理的力量阻擋你 你就是不自由的 其他什麼法律規範啊 命令啊 都不是阻擋你自由的這個 這個真正的關鍵 也許忽然這個 不知道誰可能在法學院 可能在社科院 就下了一道命令說 誰都不能夠去吃那家東西這樣 不然成績就被扣100分這樣 這個還是沒有阻擋你的自由 因為他沒有用物理的力量阻擋你 或不是他非常非常的科學 他就說我一定要到到每一個人 都會同於那個點 我們才有可能達成道德公式這樣 其他都太這個 太容易引起紛爭了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或不是會講說 好 如果我們在一個自然狀態之下 每一個人都認為他有自然權利 去按照他自己的最佳判斷 去做任何事情 以確保他的安全的話 那當然人人為戰的情況 是無法解決的 那在這種人人為戰無法解決 人人都會暴死的一個狀態之下 你的理性事實上會給你一些建議 世界之下法叫做自然法 因為你還是會想要追求生命嘛 因為你覺得暴死實在是太可怕了 你會想要追求生命 所以在這個人人為戰無法解決 理性大家會給你至少 事實上理性給你非常多的建議 可是對這些建議來講 他並不是一個命令你非做不可 而是說你如果按照這樣做 你會獲得生命安全的保障 可是如果你這樣做 不會對生命安全保障有幫助的話 你就不需要這樣去做 他是一個參考式的 給你的建議 而更像是一個建議 而不是一個命令 所以這個用law of nature 用這個自然法的法 事實上是過度強的 他比較像是你理性給你的advice 那第一個advice就是說 如果你有希望獲得和平的話 你就應該好好的追求和平 如果和平不可能的話 那你就是回到自然狀態 你就是用任何的戰爭的手法 去確保你的安全 可是如果和平可能的話 你就要盡量追求和平 你的理性給你的advice 第一條是這個 那第二條是說 好 那什麼形狀態 就要叫做和平有可能呢 就是當其他人也有意願的時候 你必須要個人 也會要有這個意願 為了自保的必要 去放下你的自然權利 你原本的自然權利是 你為了生命保存 你可以去掠奪所有的東西 可是今天如果其他人願意 你也願意的話 你們事實上呢 就應該要放下你們這些自然權利 而且我們都會放下幾乎是相同的自然權利 那最後就是我們彼此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而且是一樣的自由 那我們應該要滿足這樣一種自由狀態 而因此我們就可以脫離這個自然狀態 如果別人有意願的話 你也必須要有意願 然後去放下我們的自然權利 那放下之後呢 我們想要追求一種狀態是 大家都可以享有類似的 一樣的自由 自由就是不受物理阻礙的那個自由 大家自由都受限了 因為你之前的自由是無限的 你為了生存你的自由是無限的 可是現在呢 你發現 有某一種方式可以達成和平 這個和平比自然狀態追求無限的那種 那種方法有效多了 你有意願我也有意願的時候 我們就同時放下我們原本無限的自然權利 然後讓我們的權利限制在一定程度的自由 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獲得了和平了 李鑫惠給你第二個建議是這個 那李鑫惠給你第三個建議是說 好 如果第二個條件可以滿足的話呢 那大家在決定去放下 放下你原本的這個自然權利的時候啊 我們事實上會形成一個約定 約定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怎麼怎麼做這樣 這個約定啊 你基本上你就是要去執行 這是自然法的第三個要求 你會被要求去執行 每個人都要被要求去執行 因為只有執行這個約定 你才能夠確保大家真的獲得和平的狀態 你如果能夠任意的去違背這個約定的話 大家就不可能達成和平了 所以自然法會給你的第三個建議是說 你能夠執行這個契約的時候 約定的時候你就要去perform這個契約這樣 可是他後來 然後他就講說 我們還有看到很多的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達成和平啊 比如說我們如果組成政治社群的時候 你如果是一個比較感恩的一個政治社群的一個文化 你是一個大家會互相容忍的文化 你是一個重視這個pardon就是赦免的文化 你在懲罰的時候等等等等 他幾乎把傳統一個美好的政治社群需要的一些特質都帶進來 當我們可以做到這些美好的認真社群的特質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容易擁有和平 可是這個是自然法其他的這個建議這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公正 因為公正可以幫助我們帶來和平 我們為什麼要這個儘量的這個人愛 我們為什麼要避免這個驕傲傲慢等等 都是為他幫助你帶來和平 這個自然法會給你的一些理性上的這個建議這樣 可是問題是在於啊 在自然狀態當中啊 自然法的確告訴你說 該怎麼樣是活動和平最好的一個方法 可是啊 你對其他人不會有信任感 你一旦對其他人沒有信任感啊 所有這些自然法給你的這個建議啊 都是立刻就被取消 如果你並不覺得別人會有意願 放下自然權利的話 你就當然不會放下你的自然權利啊 因為你自己主動放下的話 你自己死的最快這樣 你必須要真的能夠去認定 每一個其他人 都會按照這個自然法的建議而去做 這個時候你才會去做 如果別人不會的話你就不會去做 你就不會按照這個自然法的這個 對你的這些建議去做 所以它是一個理性的建議 可是這個理性的建議 當然它的目的是要為了你要自保 對不對 那如果別人 如果你自己做了別人不做的話 那你的自保就是最虧的 所以你就不會去做 而且你就不需要去做 這個是他的這個 對自然法的基本看法 好那我們就要來看他 他怎麼去講說 這個到底在自然狀態裡面 我透過什麼樣子的方式啊 能夠讓我們彼此能夠放下我們這個權力 然後謀求一個和平的一個政治社群生活 你看他的這個推論是這樣子的 你看喔我們要先回到 我們現在推論到這個狀況 除了自然權利之外啊 沒有任何的道德價值共善或是正義的概念 是你可以去訴求的 我們現在只有自然權利這件事情 在自然狀態之下對不對 那自然狀態之下的這個自然權利 允許你去做任何的事情 若是為了你的自保的話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對任何人都沒有道德義務 你沒有義務不去傷害別人 你沒有義務去幫助別人 你沒有義務孝順父母親 你沒有義務對朋友友好 你沒有義務去等等等等 你什麼義務都沒有 在一個自然狀態之下 我們能夠確定就是你有自然權利 這個自然權利是你為了生命安全 你可以去做所有的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沒有任何的道德義務去做 去做你所謂該做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人類自然狀態的一個基本情境 那我們所有後來 我們可以想像所有的道德義務 我們剛才講的 對父母親的道德義務 對朋友道德義務 或者對政治聖權道德義務 都是後來經過你的同意才出現的 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之下 你有權利去做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權利都歸於你 你的自由的範圍是無限的 你沒有義務對其他人做任何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的這個自由的範圍是無限的 那今天為什麼你會對其他人產生義務啊 他一定是來自於你自願的放下了某些權利 或者你把你這個權利轉移給他 或者你就是自願把他放下來 因此你才會因此對那個人產生義務 他講父母親是母子之間是最直接的 他說母子啊 為什麼後來會出現這種親情般的這個義務 那是因為小孩子在小時候沒有辦法追求自保 那母親可以offer他自保的這個機會 所以小孩子會願意去交換說 你提供我自保 那我就對你有這個孝順的這個義務 所以其實連兒子對母親孝順的義務都是來自於 他原本也有自然的權利做所有的事情 可是今天因為母親願意offer他 對他的這個關愛和照顧 所以他願意放下他的權利 而產生義務 這個義務就是對母親 對母親孝順 對母親尊敬 對母親Obey等等 那是因為你自願放下了 你自願放下的原因是因為你換得了 對你自保更多的保障 所以你會自願放下這樣 只有透過自願放下 你原本無限的自然權利和這個自然的這個自由 你才因此對其他人產生義務 所有的義務都是這樣產生的 你為什麼會對這個朋友 有某個義務做某件事情 那是因為這個朋友 他可能跟你達成了某種契約 這個契約呢 讓你覺得你放下了某些權利之後 對你有某些好處 所以你願意放下這些權利 那放下這些權利 裡面包括你願意去對他 這個服務他的某些某些某些 你願意尊重友情 你願意等等等等 然後等等 就是友情的所有的義務 都是因為你自己自願 去放下你原本的自然權利 而對他產生那個義務 而且你因此獲得了這個好處這樣 好 那你看喔 這個是所謂的這個 我們voluntarism 就所謂的自願主義 所有的道德 除了自然權利之外 都是來自於你的同意 沒有你同意的話 所有的道德都 對你來說都沒有束縛力 今天你為什麼要 要聽老師的話等等 好像你對老師有某種義務 好像你對父母親有某種義務 對你的家人 對你的戀人也好 朋友也好 都是因為你的同意 才會產生這個義務 如果你沒有同意的話 那個義務就不會產生 即使連孝順也是 孝順不會自動發生 並不是父母親對你好 你就要對他好 不是 孝順是因為你願意同意 放下你原本的自然權利 而因此產生對他的義務 那個孝順才變成是 對你有束縛力這樣 不然所有的道德義務 都對你來說沒有束縛力 所有的道德義務 之所以對你有束縛力 都來自於你自願的同意 去浪渡你原本的自然權利 你看他推理非常的嚴密 如果在自然的狀態 你擁有的權利是無限的話 那道德義務要怎麼產生 你怎麼有可能 能夠對其他人產生道德義務 唯一的可能是因為你自願 而且要自己願意同意 去浪渡你原本無限的 那些權利的某些部分 那因為你浪渡了 所以他對你產生了束縛力 因此你對他人有道德義務 可能原本你會說 你可以任意地去掠讀他的財產 那你今天可能跟他達成了一個約定 你放下你的一個權利是說 你不會去動他的財產 從此你就不能夠去動他的財產 你這個自願放下去 動他的財產的這個權利 它就對你產生了束縛力 因此你產生了道德義務 所有的道德義務 都不需要來自於你的自願同意 才能夠因此而產生 你看這是一個自願主義 它是一個非常激進的 從16世紀開始 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想法 這個想法會顛覆我們所有 對於人類原本有的這個 自然義務倫理關係的看法 它激進到說 你就連對你父母親的孝順 都是來自於你的同意 所以如果你沒有同意的話 你事實上是不需要孝順你的父母親的 所有的道德約束 對你來說都是一個這個 外來的這個不正當的干預 除非你同意那個干預 然後讓那個干預對你產生束縛力 如果你沒有同意的話 它們就不對應有任何的意義 你看是這樣子 你看只有一種方法 可以放下你原有的權利 就是你自願放棄或遺傳 你自願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產生了義務和束縛 因此能夠束縛住你 我們可以想像 所有的道德約都不需要來自於你的同意 但或不是也立刻講說 你可以自願放下你很多權利 可是有些權利是你絕對不能夠放下的 為什麼 因為當你願意去自願放下你某些權利的時候 一定是來自於你可以從中獲得好處 否則你不會自願放下 我們強調自願放下的自願原因就是因為 你一定是想要從其中交換到好處 如果你交換不到好處的話 你絕對不會自願放下 所以有某些人的自然權利的範疇 是你絕對不可能能夠自願放下的 那就是對於你生命的保存這件事情 所以你不可能自願放下說 同意別人來攻擊你的時候 別人來奪取你生命的時候 你不去抵抗他 你不可能放下這個權利 那你包括說別人來去監禁你 捆住你傷害的時候 你不去抵抗他 不可能放下這個權利 那你也不可能放下說別人完全 剝奪掉你維生工具的這個權利 這是你不可能能夠讓渡的自然權利 這個在後來主人政治社群的時候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想像互不死的 這個絕對王權這麼的強大 但是有些權利他就是不能做 因為某些權利我們就是不會讓渡 我們讓渡某些權利一定是來自於自願 可是你的自願一定是不可能去自願 是對你的生命是造成剝奪的 你一定是為了某些好處 你才會自願放下某些權利 你才會自願讓渡某些權利 所以這些情況之下 你是不可能能夠去同意的 如果有人來去攻擊你 這個剝奪你的生命你不抵抗 或是來去幫助你捆綁你你不抵抗 等等 或是偽生工具被剝奪不抵抗 是不可能的 你看這個事實上構成了 或不是的這個政治社群 事實上人們享有一定程度的 這個抵抗的這個權利 如果今天你因為犯了某些罪 比如說你殺了某個人 那可能警察來抓你 把你逮捕歸案對不對 或不是會說 你這時候有完全的正當性去抵抗 警察逮捕你 因為你不確定警察逮捕你之後 你的生命會怎麼樣 他逮捕你之後你的生命傷 交付在他的手上 可是我不可能讓你能夠監禁我 有可能能夠傷害我 或是有可能能夠攻擊我 或是剝奪我的生命 而不去抵抗 所以任何的罪犯 都不是來說 都是有權力抵抗的 那是他不會去浪度的自然權利 那也有包括 如果你今天這個政府它爛到 你連生命的基本維持都沒有 那你也有權力抵抗 你不可能放棄掉 你要不去抵抗別人把你的生命的 基本維持的工具全部都剝奪 你不可能放棄不去抵抗這件事情 所以一旦你跟別人簽的任何約定也好 只要造成你的基本生計的維持是被剝奪的話 你就一定有權力抵抗 這是我們不可能能夠去浪度的自然權利這樣 好 那繼續我們再推喔 他說啊 可是啊 當你去宣稱你要放棄某個自然權利 某些部分的權利之後啊 這個宣稱啊 它實際上只是語言性的 雖然這個語言性的宣稱啊 比如說我願意放棄我什麼什麼的權利 因此我產生了某個道德義務啊 你是用語言宣稱的 雖然對你的束縛 或者是道德義務的產生 來自你語言的宣稱啊 可是語言的宣稱本身沒有強度 你可能明天就打破了 他可能明天就打破了 所以語言的宣稱雖然是道德義務的起源 或是道德束縛的起源 可是道德束縛的力量不是來自語言本身 而是來自於你恐懼啊 你如果今天跟別人打算一個約定之後 你毀約啊 這毀約的後果是非常可怕的 你永遠是因為你恐懼 毀約的後果太可怕 你才會去遵守契約 契約的強度啊 不是來自於你去做了這個語言的宣稱 發誓什麼都是不會有太大的 這個對你的這個束縛性的 或是你道德的譴責 也不會真正造成你的這個真正的束縛力的來源 真正能夠束縛你去願意去 服從這個道德義務 是因為你如果不服從的話 後果實在是太可怕 是因為後果的可怕 才造成你這個道德束縛力量的這個強度 所以你今天如果跟你的母親達成一個約定說 好今天你照顧我 你好好的這個把我從小養到大 從嬰兒養到大 我就願意服從你 比如說到15歲18歲好了 等我自己能夠謀生之後 我們的約就解除了 你可能跟母親做了這個約定這樣 可是今天你為什麼要持續 在0到18歲去服從你的父母親 它當然起源是來自於 你跟你的母親做了這個約定 可是它的強度是來自於 你如果今天自己毀了約 你的母親就不養你了 你就死掉了 你是害怕那個後果 恐懼那個後果 這個約定才會有效力 所以約定的這個強度效力是來自於 你害怕那個後果有多糟而決定的 而不是來自於這個約定本身這樣 約定的本身 對於產生這個道德義務是關鍵 必要條件 可是這個約定它的強度 是來自於那個 你恐懼那個後果這樣 如果後果非常弱的話 你就會非常的能夠去預測 別人會毀約你也會毀約 所以那個約定就變得非常非常的不可靠這樣 好 那當然兩個人互相同意轉移權力 就叫做契約 好 那今天你如果簽了一個契約之後 一旦有新的情況出現 導致你產生新的恐懼 你覺得你如果繼續 不同這個約定的話 會造成你的生存無法獲得保障 這個時候那個約就會自動失去效力 所有之前產生的那些義務和束縛 都失去效力這樣 除此之外 你不能單方面毀約 好 今天如果我已經在我的志願之下 跟你達成了某一個約定 好 那我們一開始大家就互相這個 執行這個約定良好對不對 那如果約定都良好 別人都非常的這個遵守約定 你也必須要遵守約定 可是今天如果一個新的情況出現 造成你遵守約定 會威脅到你的生命安全 因此你產生一個 新的恐懼的因素的話 你那個約定就變得無效了 除此之外 那個約定會持續的有效 你看喔 這個想法是這樣 這個想法是會強烈到說 這霍布市長一個例子 今天如果一個綁匪啊 綁架了你 然後他跟你說 你如果付出五百萬的屬金的話 我就這個 我就放了你 或者我可能就這個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那你想一想說 為了我的生命 我願意付出那五百萬的屬金 那你就達成這個約定了 對我不是來講 這個約定你要去執行啊 如果你相信你付出了這五百萬 確實他就會放了你的話 如果你相信這個是會實現的 而且他也確實一步一步的這樣去實現 這個時候你是沒有理由去違背 因為你已經做了這個約定 你沒有理由去違背這個約定這樣 你就必須要去付出那個屬金 然後他就放了你這樣 你們就要想辦法去你給我學 怎麼樣去一步步的達成這個契約的這個實現這樣 你不能夠去違約 如果他已經在執行那個約定的話 你不能夠去違約這樣 可是啊 今天如果忽然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 這個新的因素可能是他的另外一個partner出現的 然後這個partner非常的危險 他可能會隨時把你幹掉這樣 你忽然出現一個恐懼的因素 而且這個因素實在是太強大 你實在太恐懼了 這個時候你們之前新的那個約就失效了 就立刻就變得無效 一旦有新的恐懼因素 讓你覺得你的生命無法保存的話 過去的那個約定就會變得無效 因為啊 重複回到他的一個非常精確的一個邏輯 因為所有的約定的目的 一定是為了我自己的好處 我才會自願去簽那個約 所以對我來說 那個好處如果持續存在的話 尤其是我生命的報紙 持續存在的話 我當然就要繼續服從這個約定這樣 這才能夠確保我的生命安全是獲得保障的 可是一旦有新的因素進來 導致你服從這個約定 我沒有辦法獲得保障的時候啊 你當然原本那個約定就完全失效了 因為你最終的目的 是要維持你的生命安全這樣 這個到他去談政治社群也是重要的 其實你當初簽約授權給主權者 再大的絕對的這個權利啊 當他變成了某種狀態 讓你覺得你的生命隨時會被剝奪的時候啊 所有過去的約定都會變得無效 你就不再是他的致命 你就可以任意的傷害這個主權者 然後你就並不是在違背約定 因為那個約定已經自動變得無效了 他認為他就是一步一步的推測都非常非常精確喔 然後他就講 在自然狀態之下啊 其實我們達成某種同意 比如說你看你的鄰居在一個自然狀態之下 達成某種同意說 我們晚上呢我們就熄火 大家就好好睡覺 就互相不要打對方 白天的時候呢 我們再這個看看這樣 可是我們達成晚上停火的這個協議啊 你就認爲你答 然後對方也說好 那我們就達成了 理論上來說 你好像都應該執行那個約定 去達成停火的這個協議對不對 可是我是會說啊 如果啊 這個時候你是一個 首先執行那個契約的人啊 你就會是那個最倒楣的那個人 因為你可能晚上就真的把你的這個槍就收起來 然後就已經不去這個警戒瞭望他了 因為你覺得你達成約定了 可是這個時候他如果一槍來 就埋伏進你的這個四周把你把你幹掉的話 那你不就死了嗎 如果你跟別人簽了一個約定啊 你沒有辦法確保別人會去遵循的話 你自己先去執行 你就是最倒楣那個人 所以沒有人會在自然狀態之下 在達成約定之後 會去做那個先去執行契約的那個人 因為這樣違背了你對你自保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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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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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欲望的這個追求 先去執行那個人很可能 幾乎就會是那個最倒楣那個人這樣 而且你沒有辦法確保別人是不是 會去遵守他的契約 所以沒有人會想去做那個先執行那個人 而且去做那個先執行那個人 事實上也違背了你原本 追求你的生命的那個自然的權利 那怎麼辦呢 會不會就想說 好有唯一一個辦法 如果我們今天要達成某一種這個 在夜晚之中 互相不攻擊的這個協定的話 我們必須要能夠確保我會執行 你也會執行嗎 如果我能夠確保你會執行 我也會執行的話 那我就不需要持續遵守這個約定 一旦這個約定是可以被確保 你都和我都會執行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好好遵守這個約定 好 這個是這個 這個約定本身產生的這個束縛的這個力量 好 而且你會執行 我就應該要執行這樣 這樣就能夠確保我們之間的這個和平 但是我要怎麼確保 你會執行我也會執行呢 我們唯一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我們找到一個 共同的強大的第三者這個力量 旁觀者 他能夠確保我們兩個都會執行 如果這個旁觀的第三者 他的力量夠大 能夠恫嚇我們都必須要執行的話 我們就會好好乖乖地去執行這樣 所以能夠從自然狀態裡面 在我們簽下約定之後 真的能夠讓我會願意去執行 唯一的辦法是我們找到一個第三者的一個強大的一個力量 他能夠確保我們兩個都會執行 這個時候我們兩個 因為我知道對方會執行 我如果知道對方會執行的話 我原本簽約那個束縛的那個力量 就會對我有這個束縛力 我就必須要去執行這樣 所以唯一的話 就找到那個第三者的那個共同力量 來確保我們兩個都會執行這樣 這個是他在這個自然狀態推理當中 為什麼我原本擁有所有的權利 擁有所有的自由 然後我今天竟然會產生一個道的義務來 必須要去尊重你的權利 你也會尊重我的權利 這是怎麼產生的 那只有透過約定 可是只有約定本身是無效的 我不需要能夠去確保你會執行 我才能夠繼續執行 不然我還是違背了我的自保 所以唯一的辦法找到一個第三者的力量 能夠確保我們兩個都會執行 這個時候原本那個契約就會開始 具有他原本那個束縛的力量 這樣大家可以大概理解 那其中一個有趣的一個地方是講說 他認為你的自願行為和你的恐懼是不衝突的 我們當代經常會講說這個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覺得你在恐懼壓迫之下簽的約定是一個假的約定 你不用去遵守他 或不是會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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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會去自願去簽任何的約定啊 一定是因為他對你有好處 比如說你跟你的敵人打仗 打到這個 你覺得你要輸了 那你就 你繼續打下去你就必死無疑這樣 可是今天你如果跟對方達成一個約定說 好 你赦免我的生命 那我願意效忠你 投降你 做你的子民 如果你跟那個 打敗你那個敵人做這個約定的話 對互布什來講 如果他遵守這個約定的話 你就也要遵守 你就要去做他的子民 好好的服從他 甚至有可能做他的努力 你就要好好的服從他 為什麼 因為你在做這個約定的時候 你是自願的啊 你是真的認為他對你有好處 比如說你的生命獲得保障 所以你去簽這個約定 你不是被強迫的啊 他認為即使你是因為打敗仗 或即使你是因為綁匪綁架了你 即使在這種威脅強迫之下 我們所謂的強迫之下 可是啊 你去跟那個綁匪 或是跟你去跟那個敵人啊 簽一個約定 你會願意去簽 一定是因為他對你有好處 那這個好處呢 一定是對你的自保有幫助 那如果是因為你的自保有幫助啊 即使你這個約定裡面 包括付對方一千萬 包括做對方的努力 你都不需要去執行 因為他確實對你的自保有幫助這樣 所以他不會因為 這是因為對方的強迫威脅而失效 不會 簽約的這個同意行為 和你被強暴威脅那個恐懼 是不衝突的 你還是要去fulfill那個約定 只要你的這個生命安全 是因此真正獲得保障的這樣 但是當然如果新的因素出現 導致原本那個約定 沒有辦法讓你獲得新的 生命安全的保障 你原本那個約定 就會變成無效這樣 那霍波斯是非常非常邏輯的 霍波斯是被認為是一個 什麼都想到的哲學家這樣 他什麼什麼都已經想到 你覺得他沒有想到的東西 他都已經想到了這樣 那他的一個嚴格邏輯就是這樣 就是說 在自然狀態之下 我們在一個人與人 這個違戰的狀態之下 我們是不會有信任感的 其實我們簽了約 會不確保你會執行 所以我還是跟你 不會達成一個和平的一個情況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樣達成一個和平的情況 那理性會告訴我們說 簽約是有用的 可是簽約有用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說 它是你自願簽的約 你自願口語上宣稱說 我願意放下某個權利 我願意跟你達成某個權利的相互的讓度 口語上的宣稱 我自願做這件事情 它就產生了對你的某個束縛力 今天你如果因為任意的原因 去打破你原本做了這個自願的宣稱的話 你其實就是不公正的 你一旦口語上宣稱 你願意放下某個權利的時候 這時候那個束縛就產生了 可是第二個條件 束縛雖然產生了 可是束縛的強度很弱 如果你違約而沒有造成一個讓你恐懼的後果的話 束縛的強度會很弱 你知道對你很弱 對其他人也很弱 因為大家有太多的各種不同的欲望和恐懼 讓人可能會去打破那個約定 所以即使我口語上宣稱 我願意讓度某個權利 因此產生了對我的束縛性 我如果任意打破這個束縛 我是不正義 這個是可以成立的話 可是第二個條件是說 可是這個束縛我們都知道 只要沒有大家恐懼他的違約的後果 每個人都很可能不遵守這個約定 口語的束縛本身 效力還是太弱了 能夠讓我們口語的束縛的效率 增加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讓我們違約之後的那個懲罰很大 懲罰越大 你那個效力強度就會越強 所以我對你的義務的那個 對我的這個拘束力 他的來源來自於我口語宣稱願意讓度全力 他的強度來自於我如果違約 我會造成一個對我來說非常恐懼的一個後果 如果沒有這個強度的話 我們還是會任意違背這個約定 那個口語的約定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那今天我們如果有一個確保 確保我們彼此都會去服從這個約定 這個確保可能來自於這個人 他真的就是沒有想太多 他就一直去執行那個約定 所以你有某種一定程度的確保 那個確保還是不可靠的 你不知道他明天會不會改變他的想法 對不對 所以最好的確保是有一個第三者的強大的力量 他能夠去懲罰我和你任何人違約 那這個時候這個束縛的效力就很強 對不對 那一旦你會被確保違約 我也會確保違約的話 我們這個約定他就會持續的有效下去 我就不需要一直去維持這個約 我就不需要一直去服從這個約定 我不能夠任意跳出這個約定來 可是再加一個應該到第四步 如果有一個新的因素出現 導致我開始有非常強大的恐懼 覺得我繼續去服從這個約定 會造成我生命的被剝除的話 那我跟你原本做了這個約定 他就立刻失效了 我就跟你不再在那個約定裡面 我就不再對你有義務 也不再對你有這個 我也不再有這個拘束力要求 我必須要去服從 必須要去尊重你的這個權利 所以四個步驟 一 口語宣稱我願意放下權利 二 是束縛的強度跟你恐懼那個後果是相關的 三 是我們需要一個第三者 共同力來確保我們兩個都會執行 四 如果有新的因素造成了 我服從 我還是會受著生命威脅的話 原本所有的約定就立刻就解消了 這整個步驟可以完全去串通到 他對這個後來主權者的這個看法 所以霍波斯的主權者理論其實非常的有趣 他看起來好像一個非常專制絕對的一個王權理論 可是他又給個人違約 埋下了一個非常強烈的條件 所以他不會要求你是要絕對的服從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會推演出哪些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去簽約說 如果我不這樣做你就殺了我 可是你不能夠簽說如果我不這樣做 如果我不這樣做你來殺我死 我就放棄抵抗你 你看喔 你可以去簽一個約定說 我們現在立一個法律 這個法律就是我做的某些事情 我可以被判死刑 因為這個法律對於大家的生命安全 對於我的自保是有效的 所以我願意簽下這個法律 說如果誰這些做哪些事情的話 會被判死刑 包括我 所以你可以說如果我做哪些事情的話 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 你就可以殺了我 你就可以把他還我死刑 可是啊 當你做人 當我自己真正做了那個違法 會被判死刑的事情的時候啊 當政府來抓我的時候啊 我有完全的權力抵抗那個政府 然後逃走 或者是可能就是這個 把那個警察就是制服了 然後我就逃走 我有完全的權力抵抗 因為我永遠不會放下 我不去抵抗的這個權力 那這個時候就會 就會造成一個情況是說 政府既有權力殺你 你也有權力抵抗他 不讓他殺你 沒錯 這兩個權力都同時存在 當你處在這樣一個情境之下的時候 這樣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嗎 可以嗎對不對 你可以去簽 你可以去立一個法律說 做什麼事情之後 你會被判死刑 可是當你個人真正被判死刑的時候 你可以想清楚有辦法逃走 因為你簽第一個約定的時候 你也是為了自己的安全 對不對 有一個你可能會覺得 嚴刑峻法對你的安全比較有保障 所以你簽一個約定 是為了自己的和平與安全 可是當政府真正來殺害你的時候 你為了你的生命安全 你也當然可以完全的逃走 還是完全的抵抗他 還是為了你生命的安全 一切都是為了你生命的安全 這兩個都是合理的 好 那第三個就是說 對他來說 執行契約是正義一切的全員 那或不是他不認為說 這個自然法裡面 可以告訴我們傳統的 什麼叫做正義的概念這樣 他覺得自然法 唯一告訴我們 只有在講說 第三 你為了要追求和平的話 你最好好好的去執行 你原本訂的那個契約 你要第三個 那如果這個契約是持續有效的話 有效包括有第三者 確保每個人都會服從 有效包括沒有一個新的因素 導致你恐懼想要跳出這個契約 如果他持續有效的話 你就要繼續遵守這個約定 那遵守這個約定 那遵守這個約定 就叫做正義 不遵守這個約定 就叫做不正義 而且正義不正義 就是要這樣子來看待這樣 其他就沒有什麼正義不正義的 其他來源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那他怎麼推導出國家 我們現在所有的這個條件都有了 好 那他說今天啊 你在自然狀態之下 你會發現你怎麼樣都沒有辦法自保 除了其中一種方法之外 其他的方法包括說 你組成一個小群體 想要保障你們 比如說你們一個小村莊 集成一個這個自衛隊這樣 或是說沒有用 因為別人可能組成一個大村莊 那就被他擊敗了這樣 那你可能一群人 想辦法這個 今天聚集在一起 抵抗了一個外來的敵人 可是呢 你們明天可能你們就互相爭吵 那可能你們就沒有辦法繼續抵抗性的敵人 這樣 所以唯一能夠讓我們這群人啊 真正能夠擁有某種確保 保障呢 我們彼此之間不會相互為敵 也保障我們可以集體的對抗一個外來的這個敵人 都是為了我生命的這個保存啊 我們會發現有一個契約是唯一有效的 這個契約就是啊 我們這群人啊 大家相互簽約 這個約定是說 在你同意 在你同意的條件之下 我也會同意 我同意的條件之下 你也會同意 所以要彼此的這個互相同意 把握我們所有原本在自然狀態之下 我擁有的權利 我擁有的力量 我擁有的理性判斷 因為我原本在自然狀態之下 我有完全理性判斷的權利 判斷什麼對我是危險 還是對我什麼對我是安全的 所以我可以任意的按照我的判斷而行動 原本我的判斷和我的力量全部都是屬於我的 那這個就是造成自然狀態在人人為 在一個關鍵因素這樣 可是今天如果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力量 保護自己的力量 我們所有判斷什麼是危險和安全的這個 理性判斷的這個判斷的這個權利 都把它交付出去 交付給一個第三者 這個是交付喔 這個是前約喔 我們彼此之間相互簽約 決定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力量 把我們所有的這個判斷交付出去 給他主權者 這個主權者可能是一個人 可能是一個議會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貴族議會 他可能是一個人就是王權 他可能是民主就是多數人這樣 所以這個主權者他是一個人 少數人多數人沒關係 但是或不是立哥講說一個人是最有效率的 其他少數人多數人 因為大家會互相吵架 那反而會造成主權者 這個行動上是這個殘廢的這樣 大家交付給一個主權者 所以這個主權者 因為大家交付了所有的力量喔 所有的判斷喔 所以他就有大家所有的權利和所有的判斷能力 他做的判斷你就必須要接受 那就是你的判斷 所以這個交付啊 他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一個授權的色彩 我授權他幫助我做所有的決定 特別是關於 而且只能夠是關於和平與安全啦 其實 我把相關於和平與安全的事物 全部交給他做判斷 那理由是因為我們原本因為各自 因為大家各自爭吵的原因 沒有辦法脫離真正狀態的原因 就是我們各自在做自己的判斷 我們各自使用我們自己所有的力量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解決 可是今天如果我們交給一個人做判斷啊 他判斷什麼是危險什麼是安全 什麼是該徵兵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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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由他判斷 他做了決定我們就都服從 而且他呢 因為擁有所有的力量 所以他面對外敵的時候 他可以指揮所有的人 集結起來 一起去對抗外敵 那郭富財說拋我最強大的時候 就是一群人集結起來 由一個人來去指揮的時候 所以他就擁有所有人的力量 而且他做出的判斷 所有人都會服從 那或是會講說 他對和平與安心做出的判斷啊 其實並不會比我差 因為大家的判斷能力都差不多 那這個主權者 那重點是在於大家的判斷能力 互相衝突的時候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們今天乾脆把判斷能力 全部都交給他去判斷 那只要他判斷這樣 我們就服從他 那這個是我們大家的力量 都全部集結在一起的 他的判斷不會比我差 我也沒有辦法 我的判斷比他好 所以當他判斷的時候 我們何妨大家就全部都服從他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最有能力 帶領著我們去抵抗外敵 而且可以防止我們彼此之間 互相回到一個人人為戰的狀態這樣 那大家要注意啊 第一個是大家交付的是所有喔 第二個是說 第二個是這個 他現在做的判斷就等於我的判斷 因為我授權給他去做判斷 還有他是我們同意成立的 我們大家經過這個互相簽約 同意成立的 那這就是 然後他可能是一個人 或者是少數人或是多數人 那他就是主權者這樣 好 那一旦我們這樣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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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統一交付給他之後 我們這個國家 原本大家是一個這個708弱的一個散眾 我們大家在 一旦交付這個群眾 我們大家就會unify 結合成一個person 一個person 就是由他來代表 他說的話就是我們說的話 他做的判斷就是我們做的判斷 他指揮我們 我們就服從 我們就形成一個person 好 那在我們交付給他權利的時候 我們這群人是 並不是一群person 我們這群人 大家就是分分擾擾 然後大家沒有一個共同的意志 沒有一個共同的這個決定 和同意這樣 只有我們大家全部把所有的力量和判斷交付給他的時候 我們這群人才忽然變成是一個 有一個人在代表我們的一個情況 因為我們授權給他讓他代表我們這樣 那他就是主權者這樣 那這樣一個情況其實就是 就是commonwealth就誕生了 他就是國家 這就是現代意義的國家 對或不是來講這樣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和主權 這件事情沒有很重要 大家始終會搞錯 我和主權者沒有簽約 我們簽約的對象是我們人民彼此之間這樣 我們大家簽約之後 把這個權力授權給這個主權者 我們沒有簽約 所以如果他是詹姆斯二世的話 我們沒有跟他簽約 我們是跟我們這些人民互相簽約 可能是貴族啊 議會的這個教士啊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小農民啊小地主啊 我們大家彼此簽約 然後把我們的力量和判斷力 全部交付給詹姆斯二世 然後讓他做我們的主權者 可是我們和他沒有簽約 沒有簽約的好處呢是說 他和我之間啊 永遠不會有爭議 如果他和我之間有爭議的話 就慘了 我們這個政治社群 就還是沒有一個單一的一個 對於我們該怎麼對抗外敵 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內戰的一個 單一的一個決定 如果我和主權者有衝突的話 誰來決定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我不是說沒有 這個時候大家就 Return to his own school 我就回到我自己的見 看到你自己的見 我們又各自武裝自己在互相對抗 如果我和主權者會產生衝突的話 那事情就慘了 所以我們要形成的一種約定是說 我和主權者是不會產生衝突的 那這種約定什麼樣的約定呢 就是說 約定契約互相束縛的對象 只有我們這些人民之間 我們和他沒有簽約 所以他不受我們契約的束縛 主權者是不受人民契約的束縛的 這個其實是或不是最奧妙的地方 你知道嗎 因為在傳統的中世紀 人民和君王互相有簽約 是很常見的一件事情 因為所謂的封建體制就是 這個領主願意用劍保護你 所以你願意納稅給他 大型的一種互相的這個 保護和納稅的關係對不對 所以約定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這個君王和人民之間有約定 這個領主和人民之間有約定 領主和人民之間有約定 領主和人民之間有約定 那些約定對忽視來說都是錯誤的 這些約定不會真正解決衝突 因為如果我人民和王是有約定的話 那如果我今天覺得王犯錯了 王覺得他沒有犯錯 我看王產生衝突 誰能夠解決這個衝突 沒有人能夠解決衝突 我們這個內戰就持續下去了 所以唯一解決的辦法是 主權者他不在簽約的人裡面 他就是一個第三者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自然狀態的第三者 然後這個第三者呢 他非常的強大 因為他擁有所有人的力量 所以他呢 並不會覺得被這些小不點危險 他擁有所有人的力量這樣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危險 或不是說沒有那麼危險啊 這個詹姆斯二世他作為王的時候 他也會很顧慮自己的安全啊 他也會很顧慮 他在指揮大家的時候 大家可能不聽話啊 所以事實上一般的主權者 只要他稍微有一個基本的理智的話 他為了他自己的安全 他事實上就會好好的善用他的權利 去幫大家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判斷 什麼是面臨為敵的時候 所以我需要跟大家爭兵爭睡 什麼時候是我們這個內戰 有可能發生的時候 所以你必須要聽我的這樣 王對這個 或不是來講 如果他只是要判斷 生命安全的保存的話 我們不需要王有太高的智慧 對不對 傳統的王 我們可能會覺得 他必須要有很高的智慧 公正啊 仁慈啊等等 對我不是來說 沒有沒有 我沒有要王有這麼厲害的 這個智慧和德性 我只要王是一個這個 還算是謹慎理智的 會追求自保的人 那在這個關係裡面 他事實上就會想說 我要保障我國家的安全 我才能夠安全啊 對不對 那我要使用大家的力量的時候 我也不能夠亂指揮啊 他會非常謹慎的使用他的權利 那這個時候 他對和平於危險座的判斷啊 對霍布斯來講 不會比個人來的差 但是好處是呢 我們如果都聽他的 大家的力量都結合起來了 我們如果都聽他的 大家的判斷就不會產生衝突 那又不會太差 那我們何妨就聽他的 這是霍布斯在解決這個王語 和林聰聰的一個解決辦法 就是契約只有我們這群人在簽 我和他們有在簽 所以我其實契約並沒有在束縛他 我不能控訴他違約 而自己就跑去這個解開約定不行 他永遠不會違約 因為他不在這個契約裡面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他這個 思考非常的精妙非常的奇特這樣 好那裡面有一個東西是這個 那主權者事實上到底是怎麼出現啊 那他說有兩種辦法 一種其實是征服者的權利 那這個後來就是會被這個魯梭罵到死這樣 因為他說啊 有一種 有一種主權獲得的來源是來自於 我是一個強大的一個主權者 我去打你的這個小國 那你這個小國投降了 被我征服了 然後你願意用你的生存來換取 你對我的忠誠 所以我可能就吃下了你 然後對你擁有主權 對互布斯來說 他的系統來說是完全正當的 我為了我要被你打死了 所以我願意效忠你 然後你赦免我 因此我成為你的一部分 對互布斯來說 這個完全沒有違背 我剛才說的那些契約的條件啊 所以征服者的權利是正當的 弱小的人被我征服之後 他是自願用他的生命換取他 換取他對我的忠誠 這是自願的 所以這是正當的 你看可不可怕 所以他是支持征服者是有權利的 那第二種情況就是 個人之間真正的通過約定 而形成一個共同體 像這個主權者這樣 可是他也認為征服者 是也可以透過用征服的方式 獲得一個主權這樣 那這個就是主權者的樣子這樣 大家看這張圖啊 這個是他出版第一版這個 立維坦的時候一個畫家幫他畫的 然後這個是立維坦啊 立維坦是這個約伯書裡面的一個海怪這樣 那這個海怪呢就是這個 他可怕的這個震撼人的這個力量 連這個約伯非常虔誠的上帝的心徒 都會對他感到畏懼這樣 所以他叫立維坦 立維坦是那個海怪的這個名字這樣 那他的身體啊 大家仔細去看的話 立維坦是一個一個人 一個一個小人組成的身體 所以立維坦的身體是人民簽約組成的 可是立維坦的頭啊 就是那個主權者本身啊 他是完全自主行動的 可是他的力量啊 是來自於這些小人組合起來的 而且小人把判斷交給他之後 他的這個頭就是完全自主判斷的 是主權者的這個頭這樣 那立維坦手上有兩個武器 一個是劍 他也有所有人的力量 所以他就是武力最強大 一個是教會的權柄 意思是說立維坦他事實上呢 對霍布施來說 他擁有最高的權力去決定 教會的交易是什麼 去決定言論自由的界限是什麼 他一把劍 一把事實上就是這個 言論的教會的教義的內容的 這個決定的這個權限這樣 那就擁有兩個世俗上最強大的武器 一個是劍 一個就是文字 教會 還有任何的政治的教義 都掌握在他的手上這樣 那為什麼霍布施 好像給立維坦這麼大的權力啊 因為很簡單 他認為 教會的教義的衝突啊 就是不安定最大的這個來源 那各種政治上的教義的衝突 也是政治不安定的來源這樣 那我今天立維坦啊 並不是要特別去推動哪一個教義 你知道霍布施那時候認為 這些教義的衝突 事實上很多都是完全沒有辦法解決的 誰知道這個聖經的故事是不是真的還是假的 誰知道聖母是不是存在 誰知道耶穌是不是真的這個附身這樣 你們吵來吵去 或不是其實認為 我是沒有辦法知道真正的客觀的這個 教會教義是什麼這樣 或不是認為我們唯一可以知道的 宗教的一個特點就是說 應該是有上帝存在 那這個上帝是不是全能 全治全能我也不是那麼確定 我們給予上帝的任何的實質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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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的描述 或不是都認為是可疑的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真正有這樣一個 客觀的知識知道 上帝是長什麼樣子 或是擁有什麼樣子的特性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到底國家要扮演什麼角色 他認為說國家事實上 不應該去這個 積極的推動某一個特定的教育 因為教育很容易導致安全的這個危險這樣 那國家最好的角色是要去 去讓這些教育或多或少受到國家的節制 節制之後呢 他們彼此不會再造成對國家安全的 和這個穩定的這個威脅 所以國家對或不是來說掌握教義 和掌握言論自由的這個原因 唯一的原因就是為了安全 我為了安全的理由 我可以或多或少去控制你的 言論自由的範圍 你的教育的範圍 可是我這個控制是基於消極性的理由 我並不是要去推動人權啊 而去控制你的這個教育 不是 我也不是要為了要推動什麼什麼什麼 教育而去控制你的教育 不是 我僅僅是為了安全 所以我必須要消極的去控制你的自由的範圍 還有你的教育的這個範圍這樣 這個是這個 或不是對於這個教育的看法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主權者的特性 一個是講過的 人平沒有和主權者簽約 所以主權者不會違約 所以你不能說主權者違約之後 然後你想要去放棄主權者這樣 那主權者當然他 你看所有的權力都是來自於安全喔 所以大家要很謹慎知道說 或不是他並不是認為 這個主權者擁有 非常非常大的 無所不在的這個權力不是 或不是是認為說 如果是為了安全這個理由的話 主權者可以去做所有的事情 可是你不能為了其他理由去做所有的事情 比如說經濟發展好了 或不是會講說 如果經濟發展對於國家安全真正有用 國家確實應該推動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 可是經濟發展不能成為 國家或是主權者 完全的去干涉人民 或是去制定法律的這個理由 那包括很多其他的 促進人權或是促進什麼 等等等等 對霍波斯來說 你這個跟安全沒有直接利己的關係的話 他也不會認為主權者有正當理由去做 所以霍波斯的這個主權者 他並不是一個像我們當代的國家 我們當代國家事實上幾乎無所不能 還包括健保等等等等 霍波斯大家會覺得健保 對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有用的 可能會贊成健保 可是必須要對生命安全有用 其他他就會不贊成 就認為主權者是不該去干涉的 可是你光是為了安全和和平的理由 主權者就可以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他可以制定這個 所有的相關的法律 他可以去裁決所有的這個法律 和司法爭議 然後可以去這個檢查言論這樣 他甚至可以去決定 這個爭議跟安全有沒有關 今天他如果去做了一個法律 然後你說你這個跟安全無關 你違反了這個主權者 只能夠基於安全 才能夠去定定法律的一個 基本的正當性 主權者會說 我覺得這個跟安全有關 這個時候你還是要接受他 基本上是能夠有權力去決定 什麼東西跟安全有關的 這用上他的權力 事實上是擴大的是沒有錯 那還有第六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說 因為你浪渡了你所有的判斷 和你所有的力量 你所有的判斷 所以這個導致了這個主權者 他做的每件行為 事實上都代表了你 你授權給他 讓他代表你 因為你是永遠不會傷害你自己的 所以當主權者傷害你的時候 他就不是真正的在傷害你 所以主權者永遠不會傷害你 可是主權者雖然永遠不會傷害你 可是主權者當然威脅到你的生命的時候 你看他約定就立刻解除了 對不對 可是當你看他約定沒有解除的時候 當你或多或少還是承認 主權者在保護你的生命安全的時候 主權者在確實確保了自然狀態不會出現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要容忍主權者做的任何事情 都代表你 所以是在這個前提之下 他做任何事情還是都代表你 那都代表你的意思是說 你事實上真的就是簽了約讓他代表你 所以這個約其實就包括他所有的行為 確實就是你的行為 那遵守約定本身就是正義 所以當主權者做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代表你的時候 他就一定是正義的 他不會犯錯這樣 那你還是要注意一個condition 就是當他明確地 威脅到你的生命安全的時候 所有的約定就解除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 whatever你可以做什麼事情這樣 那還有第八就是我們經常會學到 所有權力不能浪渡也不能分割這樣 對霍布塞來說當然是當然的 你看他對於道德語言的無正輔裝 他有非常強烈的意思 他認為所有的傳統價值 共善正義 我們都沒有辦法透過理性 達成一個實質的內容的確認 因此我們才把我們判斷的所有的權力交為主權者 讓主權者去幫我們決定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什麼是公正的內容 我們之所以願意交給他 是因為我們確實在理性上 無法真正知道共識是什麼 所以我們願意交給他 讓他去做決定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一旦他決定了什麼是共善 什麼是正義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事實上我們就要聽他的 前提是他不能夠直接 威脅到我的生命這樣 我們就要聽他的 如果你有任何跟他的衝突啊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話啊 那我們就會回到自然狀態 因為你看主權者之間 已經沒有一個更高的第三者 決定誰說的善惡 誰說的正義是對的 那一個正式裡面 始終要有一個最終極的聲音 去決定什麼是善惡 什麼是正義 什麼是自由等等這樣 那如果我們大家都爭吵不休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會回到自然狀態這樣 所以最終法律 主權者一旦決定的法律是這個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要服從他 而且只有他才是那個最高的 決定法律是什麼的那個決定人 而且他如果想要授權 他的部分權力出去的話 他也可以完全立刻收回來 而且他也不能分割 如果他被分割成立法司法行政 像我們現在講的三權分立啊 或不是有人講說 那如果行政立法司法互相衝突的話 那誰解決 我們還有一個更高的仲裁者來解決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只要發現 你無法解決的時候 你就要一個更高的仲裁者 不然你這個社會就會 重新回入自然狀態這樣 那以奔權的以奔權 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那個主權者 想要的那個主權者 事實上是最高的 而且是不能分割的 如果他今天受了權了 那只是暫時的 一旦真正的衝突發生 主權者就會完全回到他手上這樣 你看我們當代的這個 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立啊 沒有還是有人民主權 對不對 你看憲法是在三權分立之上 因為憲法 所以我們才承認三權分立 可是憲法的正當性 是來自人民主權啊 那人民主權 人民作為一個主權者 是不能分割的 所以我們當代經常會去批評 這個惠布斯的國家主權者 這個不能分割 具有最高性的感覺很恐怖 可是我們當代對於 人民主權的看法 其實跟他是很接近的 主權是一切正當性的來源 主權授權呢 給各個不同的政府部門 他有的權限 當這些權權產生衝突 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主權者 他還是可以最後決定 權限歸屬於誰這樣 如果你沒有那個 最高的主權者的話 而且是不會完全浪度的 那個主權者的話 最後不是來說 你就會回到自然狀態這樣 因為你的衝突 就沒有辦法解決這樣 那到底主權者統治之下 我們人民的個人自由是什麼 因為對你想有的消極自由 大家 霍布斯他講的自由 很奇怪的在這裡 多講一種自由是說 法律的間莫處就是你的自由 法律不管你的地方 就是你的自由 所以對他來說 在共和主義國家 和在軍權制國家 自由是一樣的 只要法律不管你的時候 你就是自由 所以你在君主制 你在共和制國家 你不會有更多自由啊 共和制國家 如果法律非常多的話 你的自由反而是比較少的 君主制國家如果法律非常少的話 你自由反而是比較多的 所以自由是按照法律 對你的這個干涉程度而定 而不是來自於 你有沒有參與這個政府而定這樣 所以他就重新打擊了一次 共和主義 你們講的這個自由 事實上並不是我們真正 想要有的這個自由這樣 不能讓他小心 他講的這個自由啊 跟我剛才講的那個 沒有物質力量阻擋是不同的 對不對 法律沒有直接用物質力量 在去鎖鏈或是用物理去束縛你 對不對 法律只是一個命令 告訴你說這個可以做 那個不可以做 那為什麼 或不是在這裡又講說 法律的堅目處是 你享受的某一種自由 可是這個自由 竟然不是之前那種 不受物理阻擋的這個自由這樣 那這個自由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自由 那這個時候 你大概可以從這個 法律的來源來看 法律的來源是來自於 我們簽約做的約定 所謂的簽約就是 你願意放下你的自然權利 讓某些義務來束縛你 所以當你去簽約 讓主權者去決定法律的時候啊 事實上你就是 自願統一 讓法律對你產生束縛性 所以當 或不是在這裡講說 法律的堅目處就是自由的時候 它並不是在講物理的自由 它是在講說 你簽約的時候 你事實上 給的約定 就是法律對你的管束 你就應該要 有道的義務去服從 法律對你沒有管束的地方 你就沒有道的義務服從 所以這裡講的自由 它其實倒是某種 你簽約的時候 你願意被束縛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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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法律的那個 那個東西這樣 所以這個自由的根源 不是來自於沒有人阻擋你 這個自由的根源是來自於 我簽約的時候 我就已經講好了 只有法律管我的地方 我才有道德約束 法律沒有管我的地方 我就沒有道德約束 它的本質在於 這個對法律有沒有道德約束 這件事情 這個自由的本質是這個 而不是來自於 沒有物理的東西來阻擋我 這東西也可以 這個稍微區隔一下 那當然 第二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的 自然權利有些是不可讓渡的 比如說 主權者來去殺你的時候 你不可能不去抵抗他 關你的時候 你不可能不去抵抗他 來去逮捕你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不去抵抗他 剝奪你的這個 生命生計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不抵抗他 所以這些自然權利是 你永遠不會讓渡的 這也是這個 主權者的底下 這個人民的自由 那當然也有包括說這個 主權者一旦沒有力量 保護你的時候 你的義務就不存在了 所以當你的國家 一發生內戰 或不是那時候就遇到說 大家原本都是對這個 詹姆斯二世效忠 而且我一直效忠他 而且我覺得國會是很壞的 所以我一直幫助詹姆斯二世 可是當國會把詹姆斯二世打垮了 把他趕走的時候 或是兩個在爭持不下 導致沒有一個很強大 共同力量在保護你的時候 你對詹姆斯二世的忠誠 也因此就消失了 過去所有的約定 事實上都取消了 所以人民的自由 有包括說 當你這個主權者 已經失去共同力量的時候 我就不對你沒有任何的效忠的義務了 所以這個導致的這個主權者 他其實要非常小心 他不能濫用那個共同力量 他濫用的話 他可能就會導致自己的這個力量 這個瘸角 有人反對他 那一旦他的力量瘸角的時候 事實上你對他原本的那個效忠 可能就因此就消失了 所以主權者事實上是要很忌憚的 很忌憚的 大概是這樣 好 這裡總之來講 就是說如果他這樣要來抓你 殺你管你 懲罰你的時候 他可以這樣做 因為你已經簽約讓他法律這樣做 所以他有權利這樣做 所以你也有權利完全的抵抗他 因為你不可能放下 不抵抗他的這個權利這樣 那比較有趣的大家可以去想像 如果主權者命令你去打仗 那你被派負一個危險的任務 你有沒有正當性逃走 你如果參與國家所有的最終極的理由 就是個人生命自由的保存 個人生命的這個保存 如果今天你被派去打仗 主權者可不可以有正當性 派你去擔負危險的任務 他應該是有 因為你會覺得說 原本我簽約裡面就包括說 打仗的時候啊 誰在誰應該要參加 而且被派負任務的時候 主權者有這個權利派負他去做 因為這個對大家集體的生命安全最好 對不對 所以你會同意主權者可以有權力派負人去 在戰爭中耽誤危險的任務 可是如果你是被那個指派的那個人啊 當你到達那個你的任務的那個post 你覺得極度恐懼危險的時候啊 你看主權者約定就消失了 你就可以逃兵逃走這樣 你有完全的抵抗和逃走的這個權利 和正當性這樣 你看他是完全邏輯的 好 那大概是這樣 我們下禮拜再來講社會契約的本質好了 好 那就謝謝大家 我請用 Frage 就你講到的 你去調理一下 histoire和湯 不可以 我先走了 10 那麼 幫